這個是我們一般正常的帳篷 它搭起來的話 不管是自立室或非自立室 現在其實 他們在這邊都會有銀繩調節扣 方便我們去調整 像這樣就變鬆 然後這樣子就拉緊 就方便我們去調整銀繩的長度 或是鬆緊 但是呢 在有些地方 譬如說像這一邊 它這邊有做耳朵 然後可以再綁銀繩 好 當風大的時候 我們可以另外再把銀繩 拉成 這樣子的話 或是雨大的時候 這樣子的話會有一些幫助 等一下我先打起來 來做比較 現在已經打好了 綠色的那一條 是用酸麻結打 黑色的這一條是用銀繩結打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差別 現在都已經拉得很撐了 如果說風很大的話呢 風大會把帳篷這樣子吹趴下去嗎 它一吹 OK好 酸麻結已經鬆掉了 銀繩結沒有鬆掉 好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呢 差別在於摩擦力 這個就是用同一條繩子去繞 然後 但是它這邊呢 它只有一圈的摩擦力 它只有一圈 繞過這個繩子嘛 OK 但是銀繩結呢 它可以 你想要繞幾圈就繞幾圈 我這邊大概就繞了 三圈 然後應該總共是四圈 好 但是我們可以無線繞 對 好 所以他們的差別就在於 這個的摩擦力不夠 所以 風平浪靜的時候 它可以把繩子撐緊 但是一壓下去它就鬆掉了 那這個的話就 會很緊 OK 酸麻結的打法之前 有拍過影片了 那我們等一下 來看一下銀繩結的打法 在打銀繩結之前 我想先說的是 我上山沒有用過銀繩結 因為它可以很簡單的用一個 現在 吹緊繩子的那個銀繩調節扣 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登上用能鍊都可以買得到 另外也可以再用 譬如說 用石頭來代替銀釘 那石頭就可以很方便的 移動它的距離 用石頭的方式 之前也有拍過影片 大家可以參考 好 有第三種替代方式 等一下我們打繩結的時候 來看 我們現在把這個銀繩 繞過龍釘 好 繞過來這一邊呢 我們這一端 以這個銀釘為分界 這一端 都是不動的 我們叫做靜止端 這一端就是我們主要在動的地方 叫做工作端 好 我們先從上面 工作端 從上面壓上靜止端 OK 往銀釘的這個方向 往裡面繞 好 這樣子繞一圈呢 這樣子 再繞一圈 好 這樣就繞兩圈了 那要繞幾圈呢 我覺得這可以看 首先銀繩的粗細 會有關係 然後再來就是 銀繩本身的特性 像這個黑色的 它的感覺上比較粗糙 就比較有摩擦力 就可以繞少圈一點 這個比較光滑 我們就不妨多繞幾圈 OK 我再繞一圈 好 這樣子總共繞了 壓上來 我又繞了三圈 所以就有四圈 這很多了 好 我們接下來要收尾 收尾的話呢 我們繞過剛剛 工作端的這一條 壓過去 然後 再繞過鏡子端一次 從這邊竄出去 好 這樣子就 打好了 這就是一個 很漂亮的銀繩結 都沒有壓到彼此 它是平行的 它是平行的 然後我們打繩結呢 最後 要收尾 呃 銀繩結的收尾很簡單 我們剛才這一端 把它拉近 然後這一個 這一條 也把它拉近 我們這樣確實把它拉緊之後 它們這邊會更靠近 這樣子摩擦力 才會出來 好 這樣子拉緊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把它推 這樣子就是很緊的銀繩結了 另外的方式就是 我們剛才這條銀繩的末端 我們把它對折 就變成兩骨 然後呢 我們打一個單結 就是直接 繞過去 穿過來 就是一般的單結 好 這樣子就有一個偶多了 對不對 我們把它套上我們剛剛的銀釘 現在銀繩鬆鬆的沒有關係 我們另外再拿一條細繩 好 現在是一條繩子 我們把它的 兩端這邊抓起來也是一樣 直接打一個單結 這樣就變成一個 繩圈了嘛 我們這個繩圈呢 我們把它 放上 這一條繩子上面 然後我們開始繞它 OK 這樣子繞它 那繞的時候呢 這兩條 這兩骨盡量平行去繞 這樣子的等一下摩擦力會比較好 看過我們在打 民生節的時候也是一樣 OK 盡量 然後盡量把它們收緊 邊打就邊收緊 最後再收就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就這樣子繞 不斷的繞 把它 繞完為止 所以 我現在拿這個繩子是比較長的一點 其實我們可以用短一點的繩子 拉到最後了對不對 我們這個尾巴 穿過剛剛最上面的這個洞 穿過去之後呢 把它往下拉 這個結呢 它叫做克式結 它也是一種 利用這種殘繞 來產生摩擦的結 OK 那打好之後呢 把它 推到最下面 也把它穿過 銀釘 OK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繩子 剛剛鬆鬆的銀繩 把它抽緊 像這樣子 因為它會抓住這個繩子 所以我們把它拉緊的時候呢 它就會 咬住繩子 就一樣可以把銀繩繩緊 OK 跟剛剛銀繩結一樣 但是不會 變鬆的 OK 這是銀繩結嗎 好 這個克式結的好處是 但是我覺得 首先它比銀繩結好打 因為銀繩結我很久沒有打了 我剛剛要拍影片之前 我還先看了一下 我之前拍的影片 才想起來比較好的打法 但是這個克式結就不會忘 它就只是這樣子殘繞 然後這樣子穿過去再拉下來 就這樣子而已 好 再來就是呢 如果說繩子很長的話 我們就要必須要把這個 銀繩結一直往上推 一直往上推 這樣才會把它繃緊 但是如果繩子真的太長了 推到底了 還沒有辦法把繩子繃緊的話 那就一樣繃不緊 但是這克式結呢 就只是在這邊 不斷的這樣子 湊繩子湊繩子湊繩子 湊繩子而已 好 所以在操作上 我覺得也可以少一些困擾 所以 直覺上來說 我會比較習慣用克式結 而不是用銀繩結 我回來了 剛剛公園太長 我想到另外一個 用克式結的優點 這是剛剛 銀繩結 就是用同一條繩子去 纏繞他自己 不過我們 要在繩子上面製造摩擦力的話 原則上 用不同的繩鏡製造出來的摩擦力 會比同樣的繩鏡來得好 譬如說這一條可能是3mm 這個可能是1.5mm 那用這個去長它的話 就能夠製造出更好的摩擦力 對 這是剛剛講到另外一個優點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要提醒大家 到目前為止我講的繩結 都是沒有安全顧慮的時候 所使用的繩結 當沒有安全顧慮的時候 我所使用的繩結 就是希望能夠打得很快 拆得很快 能夠達到我所需要的功能 效用 這樣子就可以了 甚至在打繩結本身 譬如說 我們該 要把這個繩子 接起來 就是接繩結 接繩結有很多種 像這個是雙羽輪結 這個就是最強壯的結 但是剛剛 我只是要做個克思結 來代替銀繩結的話 我就很快就選擇 我覺得最快的方式打起來 這樣子就可以 好 而打結的繩尾的長度 也有一定的 也不是說很強制的規範 會有一定的經驗值 甚至不同的繩結 在完全顧慮的時候 有可能會需要不同的長度 這個我都沒有講 所以各位如果 會用到跟安全有顧慮的繩結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能要上實體的課程 因為 繩結本身其實都很簡單 對不對 甚至有APP都可以學繩結 對 但是 重要的是我們在運用繩結的時候 要注意到的一些細節 譬如說跟我們使用的目的 跟現地的環境 這一些等等的 好 這可能要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好 在座有安全顧慮的時候 比較特別的謹慎 在座有安全顧慮的時候 比較特別的謹慎 好 好